台中七岁的刘小弟弟 他的法医解剖报告认定说 死因跟疫苗没有关系 而是感染了B19病毒 那么呢我们看到当时他的父亲 在第一时间根本不接受这样的结果 也曾要求地检署 把检体送到国外去重验 不过其实地检署老早就已经这么做了 那么现在呢 从美国华的报告 结果也是相同的 七岁的刘小弟在法医解剖报告出入后 认定他是因为感染B19病毒 引发嗜血症候群致死 他做医师的父亲基石坚怒斥 这样不对 还要求地检署将儿子的检体送往国外重验 但地检署有了大动作反击 法医研究所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 也就已经将解剖所取得的部分检体呢 已经送美国疾病管制局 并得到同样的科学检验结果 地检署召开记者会 公布美国疾病局的检验结果 与法医研究所相同 刘爸爸则提出了他的指引 比如说美国那个疾病局的结果 也是跟这个疫苗没有关系 我们不会做这样的报告 因为我们只是说 目前没有积极的证据有呈现 这个跟打疫苗有关 也透过明代声明检体送往国外 在魏高知家属的情况下 其心可疑 另外家属控告了并非法医研究所 研究所跳出来的自己背书 也让刘爸爸不以为然 最后他希望地检署能接受临床医师的建议 不要一意孤行认定 儿子的死因绝对和疫苗无关 这些句句做父亲的心情 就是希望能为儿子死因找出真相 声音学李孟章 廉家庆周一的台中采访报道